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的第81篇 诗篇的第81篇不算长 总共有16节 这一篇的内容在讲 诗人向神称赞 并述说神伟大的作为 神也向敬拜的人说话 要百姓听从并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为本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诗人呼吁民众向神称赞欢呼 第二段是四到七节 诗人讲称颂神的理由 神开始向会众讲话 第三段是八到十二节 神劝诫自己的百姓 当顺服不要悖逆 第四段是十三节到十六节 人若听从神的话 必得从神而来的福分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八节到十节 经文这样说 我的民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 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诗篇的第八诗篇 这一篇讲到 由于北国已经被亚树所灭 北国的居民中 剩下逃脱的人 来到南国 诗人就在集体的聚会中 向神求怜悯 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诗篇第八诗一篇 整篇诗的格调比较积极 尤其从六节到十六节 都是神向神子民的劝诫 本诗前面的标注非常简单 只提到是亚萨的诗教育灵长 用加特乐器 由于在本诗的第三节 提到月朔月望 及过节的日期 所以历来 关于本诗的背景 就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 这首诗是为以色列人 在神的面前过月节而做的 但也有人根据月朔月望 还有吹角的细节 就将它归为是 在一年中 到了新年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 所做的求告的祷告 这里所说的月朔 就是七月初一 吹角节的时候 而月望 就是七月十五 过祝鹏节的第一天 这是以色列人 在每年中 在神的面前举行的 救恩节庆的高峰 他们从过月节开始 接着过除教节 再后来 又过初首节 五旬节 接着最后三个节日 就是吹角节 赎罪日 和祝鹏节 接着过这些节日 神的百姓就可以纪念神 伟大拯救的作为 并且集体性的 向神称谢 感恩 奉献 怀愿 我们注意到 本师出现过一次希腊 出现的地方 是在七节和八节之间 本师的中心主题 主要是强调 神要他的百姓 听他的话 而那顺从神的百姓 就必从神那里 领受丰盛的福分 所以大家就可以注意 从第八节 一直到十六节 就是神在向自己的民 强调百姓当顺服神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三节 诗人发出呼吁 邀请百姓来向神 称赞欢呼 诗歌的一开头 显得非常的喜庆 经文说 你们当向神 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神发声欢乐 神在这里 一方面被叫做是 神我们的力量 另外一个称谓 就是雅各的神 这节所讲的 神是我们的力量 那是强调 神是百姓喜乐的力量 顺服神旨意的力量 以及得胜仇敌的力量 而雅各神的名字 就表示 来到神面前过节的 是神所喜悦的 出自于雅各的十二支派 大家都欢喜喜乐的 聚在神的面前 享受敬拜神的荣美 从我们后面 即将要读到的诗篇 第八十四篇 还有再后面的 上行之诗 诗歌都流露出了 在旧约时期 人们一旦敬拜神 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那乃是欢欣鼓舞的 激情澎湃的 喜乐无比的 古代的人们 没有把敬拜神 到圣城去守节 看为是一件痛苦难熬的事 他们在一年中 最切勿等候的 就是要到神的殿中 去守节 当我们读到 第八十四篇 和后面的上行之诗 大家就会更加深刻的 体会到这一点 第二节所讲的 就是诗人 鼓励民众 敬拜神 向神欢乐的方式 他要众人 不是仅仅在心里 有喜乐 要在神面前 守节的愿望就够了 乃是还要 唱起诗歌 打手鼓 谈美琴 余色 我们若是读诗篇 第一百五十篇 就知道在那一篇 诗歌当中 提到了非常多的乐器 像脚声 色 琴 鼓 跳舞 思弦的乐器 和销 大响的博 高声的博 等等 所以本篇的第二节 也表达了 同样的意思 人们乃是尽可能的 用所有的乐器都拿来演奏 目的是为了赞美神 第三节提到的 这是喜庆的时间 这里所讲的 就是人们所说的 本篇应该是坐于 并于后来一直都用于 吹脚节到咒棚节的时候 也就是经文所说的 当在乐朔并乐望 我们过节的日期 吹脚 有的圣经版本 就会帮我们解释 乐朔是指着初一 乐望是指着十五 而吹脚是表明 招聚百姓 一同来到神面前喜乐 古代的时候 人们来到圣城守节 其场面和阵仗 是极其宏大的 比如我们读过的 历代之下第三十章 尤其当西西家王的时候 某一年 因为在神的面前过逾越节 因为众人的喜乐太大了 以至于后来 不得不决定将节期延长 也就是再增多 庆祝的日子 才能令民众的喜乐满足 大家可以看 历代之下第三十章的第二十三节 接着是第二段四到七节 这一段讲的是 诗人提到了 为什么要向神大大欢呼 称颂的理由 这主要是在四节五节 接着从第六节开始 神便发出言语 第四节 诗人既告诉当时的民众 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 人来到神面前 首节敬拜 并要大声欢呼 发声欢乐 加上使用乐器 如此欢乐的原因 是由于 因这是为 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我们从前 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尤其是在 《立位记》第23章 一直到25章 神就在借 摩西所传的律法中 告诉百姓 日后到了加拿美地 每一年都要在神的面前 庆祝救恩的节庆 因为这每个节日 都是关乎神的拯救 以及蒙拯救之民 与伟大神之间的关系 在神的吩咐中 神的子民过节 纪念神的作为 并不是仅仅作为传统 来加以延续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 过很多节日那样 在神的圣民而言 这乃是天上的神 特别为以色列 定的律例 而且是雅各神的典章 说明白了 就是出于天上的规定 我们今天在 中国人的传统当中 有些节日 你喜欢过就可以过 不喜欢过就可以不过 没有太大关系 但作为以色列人 他们每年当中 所要过的救恩节庆 也就是这七大节日 却是必须要守 必须要过 必须要庆祝的 除了这节日 是神定的律例和典章 那接着从第五节开始 就直指产生这些节日的原因 乃是要追溯到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所以每年的节日 尤其从月节开始 那是显明 神拯救以色列家的证据 诗人更说 我在那里听见 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不明白的言语 乃是指埃及人 所讲的言语 所以这一节 就告诉了我们 救恩节庆的起源 乃是从以色列人 还在埃及的时候起始 以色列百姓 虽然从雅各的时候 就有七十来口人到埃及去寄居 但是神一直使以色列人 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语言 叫他们与埃及人之间有分别 所以在埃及乃是客居 寄居 埃及不是神百姓的定居地 他们有一天是要走的 所以诗篇114篇第一节 就讲了与本节差不多同样的话 那里说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 说一言之民 神的百姓与埃及人 向来所讲的都是不同的言语 接着第六节第七节 神便开始讲话了 神在讲话的时候 就对古代发生的事 做了小小的追溯 其目的是为了引向 本诗中从第八节到十六节 所讲的主题 那便是对神旨意 话语和道路的顺服 第六节让我们想到 神是怎样在埃及地 借着显歧视大能 让神的百姓 在法老的奴役之下 得释放 得安息的 经文当然使用的是 诗歌的语言 完全没有提到法老 但我们却知道 诗中提 以色列的肩得脱重担 手放下筐子的含义 经文说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按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的交代 当约瑟死了以后 就又不认识约瑟家的 埃及的新法老兴起 他们便开始奴役以色列人 熟悉历史的人 我们就知道 法老为了建集或城 就强迫以色列人 在埃及为法老烧砖 他们乃是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完全没有自由 所生的男婴 还有可能遭受到法老的杀害 但是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所背负的一切的重担 和手中所拿的一切沉重的框子 到了后来 神使他们通通得了释放 因而本篇的第六节 非常适合 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还有诗篇五十五篇的第二十二节 另外还有六十八篇的第十九节 相结合做参照 因为我们所提的几处的经文 都提到重担的问题 但神要为信他的人所带来的 就是要让他们靠着神 可以得安息 重担得脱落 因为我们的神 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 像他所应许的那样 把我们的重担 卸给耶和华 他必爱我们 抚养我们 直到永远 第七节的经文 似乎含蓄地隐藏了几个历史的小细节 像经文中所说的 你在极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这就令我们联想到 正是由于以色列人处在法老的苦害之下 他们哀求神 神就派摩西来 这也包括 当到埃及的追兵 撑着马车 在以色列人的后面追赶 然而以色列人前面 是茫茫的红海 神的百姓呼求神 神就借着摩西 向红海伸脏 使红海的水分开 这些伟大的救赎事件 神奇妙的救赎作为 似乎都隐藏在 这又明确又简单的宣告中 而下面所说的 我在雷的隐秘处 应允你 也让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 应该是摩西在西乃山上 领受十诫的时候 所有的经过和细节 神为了让自己所拣选的百姓 成为大国 成为神圣的 有尊荣的民族 以色列的神 便将律例 典章和诫命 在西乃山上 就由摩西 来颁布给神的百姓 这就是英语的意思 后面所说的 是在米利巴水那里 试验你 试验不是试探 试验 那是出于神伟大的心意 是神特要看百姓 能否在身体缺水 这巨大需求的处境中仰望神 这故事发生在利非定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 还有《民宿记》的第二十章 都提了米利巴水的试验 一种试验的朋友们 就会参考音 是为了 在米利巴水的试验 这一种试验